Logic Pro X 教學 我是MADD 歡迎大家又繼續Follow 這個Logic Pro X 的教學 我們今天是練習的第二個 那這個練習要做的東西就比較多了 因為這個課程本身是一個編曲課程 所以在各位拿到的這個作業檔裡面 只會有最上面的這個 這個鋼琴的MIDI 那下面這些都是一些範例 說我們可以怎麼去加聲音 那今天的課題呢 是我們要在Logic Pro裡面 加上一些比較有節奏感的聲音 好的,音色 所以首先可以看到這裡有個Drummer 這個Drummer用的是一個爵士鼓組 那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在選擇Pattern的地方 我們可以打開Follow 在Follow這裡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Follow的樂器 所以我選擇Follow我的鋼琴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得到 跟本來內建的都不一樣的這些Pattern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本來它會打哪些的內容 那這樣子的內容 配上我們的鋼琴 有和嗎 和是OK啦 因為它在拍子上 那如果我們Follow能不能得到更好的結果呢 等一下Follow你就會看到 整個Pattern全部都換掉了 它把它變成蹦蹦 巴蹦 它就稍微去Follow了你的鋼琴的節奏 所以這是一個第一點 就是使用Drama的時候呢 可以用Follow來 讓這個Drama更配合你的這個音樂的內容 再來呢 我放上了一個 我要先用這個東西 這個銅管 這個銅管 這個銅管也是 當我們要短處的樂器裡面 會常使用的一個選擇 這個是Logic內建的Horns Studio Horns的選項 我來聽聽看我做的 一個很簡單的這個 插音 好 那 全部一起播 它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 當然你覺得MIDA音符啊 長短啊 你可以稍微修 修齊一點 我到這邊是 沒有去 沒有去把它整理好 可能像這樣子它會好一點 之類的 那 再來呢 應該是這一顆 好 這個呢 叫做Deep Plucked Sins 這個Plucked 這個字呢 跟下面的Step 兩個字 是我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 如果你想要合成器 要短處 有力 快速的音色的話 Plucked 跟Step 這兩個關鍵字 就可能是你要尋找的方向 所以找看你的Preset裡面 有沒有Pluck 或Step 這些Preset 去找它通常都會是一個 很快 很短 就是 很 這種短小精幹的這種 這種 這種音色 我們來聽應該是Plucked 所以它就可以拿來跟這個銅管來對話 好 那下面的Step呢 這邊你可以注意到它的關鍵字 除了Step以外 後面還有MODW MODW的意思就是Modulation Wheel 也就是 Logic螢幕鍵盤的上面這排紫色 或者是 你的這個 MIDI鍵盤上面的其中一個輪子 不會彈回來的那顆 那 這就表示 你如果轉這個輪子 它的音色會有變化 什麼變化呢 馬上來試試看 會變悶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就利用之前講過的 Automation Region 選到Region 選擇 Modulation 就可以看到 我已經有畫線了 那就可以做出明暗明暗的改變 我來聽聽看 這樣子 所以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的內容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又放上了另外一個Hi-Hat OK 剛剛這個MIDI長短不太對 好 所以去增強 它的這個節奏感 好 你可能會說 這個鼓就已經有Hi-Hat了 這裡還有Hi-Hat 你可以把這個鼓的Hi-Hat關掉啊 喔 原來沒有 它是芭蕾啦 不過如果你有考慮到人體工學的話 你可能會 要避免這件事情 我本身如果說電子音樂 可能 不一定每次都要考慮到人體工學 好 所以以上是比較有節奏感的 音色 的選擇 那 最下面呢 我在這裡放了一個Bassline 這個Bassline的音色呢 是使用Sculpture的這個Bass音色 好 那 這個音色的說明 我也放在Logic Pro 20招裡面 裡面有介紹 那 在Logic Pro 或者是一般的編曲軟體裡面 你可以選擇的Bass音色有哪些 當然不外乎是Move Bass 就是Sample的Bass跟合成器的Bass 那 Move Bass又有兩種 就是 電Bass 或者是Move Bass 就是那種樂團人的電吉他電Bass 那這個 現在這個舉例呢 是Move Bass的舉例 電Bass要去哪裡拿呢 我們說到Sample遊戲 當然就是Sampler啦 Sampler裡面呢 找到Bass 欸 這裡有Move Bass也有電Bass 好 那Move Bass我個人覺得 Sculpture的那個彈性比較好啦 所以 我要電Bass的時候 我才會來Sampler裡面找 比方說我們選個Liverpool 然後Solo它 好 這裡要注意的是 是如果你選擇了Sampler 這個樂器裡面的Bass的話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 根據力度 有反應的 一些變化 好 所以比方說你同樣按個音 好 這個可能沒有 那 可是換一個呢 嗯 我記得 像那個Slapping這個一定有啦 所以換一個Slapping Bass 所以我的 力度小的時候它就是POP 然後當我力度到最大的時候 那就 然後力度過120以後 它會變成 那力度過 好 力度過50的時候它會變成悶音 好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力度 去嘗試看它裡面 它到底還有哪些Sample 哪些演奏法可以用 當然除了電Bass以外 Sample裡面的MoveBass 有的也會有力度的設定 好 所以這個是Acoustic樂器 或者是這種 摸得到的電Bass 那合成器Bass呢 合成器Bass呢 最常用的當然就是這種 經典的 MiniMogBass 我們在RetroSync裡面 可以找得到 這個叫做 Analog Classic Analog Bass 好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 簡單的 利用Ds來調整它的顆粒的長段 它的那個 演音的 不是演音啦 Sustain的大小 那 關於這個呢 如果你忘記的話 記得回去複習 我們的音量Envelope 好 所以我們有這種 Classic Analog Bass 另外呢 還會有另外一種 叫做FM Bass FM Bass 在80年代 的 流行歌裡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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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音色分類 好 所以你會聽到 FM Bass 相較於這種 Classic Analog 經典的類皮 Bass來說 它的這個Bite 它的高頻 它的侵略性 會比較重 很喜歡這一點的話 你甚至可以回到 Logic這個經典的 EFM-1 這台合成器裡面 去再進一步 去找它的Bass音色 可能會有一些 更好的選擇 你可以聽到 在這個經典的 FM 這個合成器裡面呢 它比較 更顧慮到 Bass的低頻的部分 Body的部分 所以你就知道 我要找 比較亮的FM Bass 或者比較厚的FM Bass 在哪邊可以找 那最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 全部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 有節奏的 一個Pattern 節奏感比較重的Pattern 然後把Bass 換成我原來的 那個Sculpture OK 好 所以以上呢 這就是這次 我們針對 比較有節奏感的樂器 包含 同管 Block Step 這種合成器類的 包含 鼓組 跟 Bass 的介紹 好 希望你可以知道 我在編曲的時候呢 我接下來需要 節奏感 那我需要中頻 高頻 節奏 打擊 還是Bass 不同的樂器 在Logic的什麼地方 可以找到 那它 進一步 看看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 可以微調的 比方說 什麼Modulation會友啊 古的Drama的Follow啊 或者是 Bass音色的分類 如果 增加了這些知識的話 你可能 對於 你的節奏組回來的 找東西會找得更快一點 好 那我們下一個練習再見 拜拜